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個 最危險的頭疼 最危險的頭疼包括 腦促中 包括腦炎和腦腫瘤 主要發生在這個腦食指 應該是我們大腦的這個司令部 如果這個司令部 出現了一些問題之後 可能會造成比較嚴重的後果 如果發生在腦幹這個部位 因為它是一個呼吸和心跳的中樞 如果發生在這個部位的時候 可能會危及到生命 因此我們也認為這幾個疾病 是這個最危險的頭疼 也就是這三種 它已經不是讓你頭痛 或者是身體不適了 它有可能是分分鐘要命的 是的 是的 那麼腦促中當中大家都了解 有的是缺血性的 有的是出血性的 這兩種腦促中都會引起那種頭疼嗎 這兩種腦促中都可以引起頭疼 但是出血性促中引起的頭疼 應該是最常見的 特別有一種特殊的類型 叫豬膀膜下腔出血 它引起的頭疼是非常劇烈的 最疼的那種 最疼的 它發生之後除了頭疼之外 還伴隨著一些其他的症狀 比如像偏癱 偏身的感覺的障礙 像失語 同時伴隨著很多其他的症狀 其實通過這個可以區別出來 另外對於腦炎來說 其實腦炎主要是由於細菌或者病毒 或者一些其他的微生物 感染引起的這樣的一個 腦部的一個症狀 因此就於腦炎來說 如果跟其他兩個疾病見面來說 它伴隨著一個比較特徵性的症狀 就是高熱 就是甚至有的甚至因為高熱 引起的驚覺的這種出現 就是發燒了 對 對 對 那最起碼得38攝氏度往上了吧 對 有甚至超過38度5 39度 都有可能的 往往也伴隨著一些像 噁心的嘔吐這樣一些症狀 腦炎會引起嘔吐 嘔吐 大多數是噴水上的嘔吐 就在兩周前 我有一天早上 突然間頭非常非常的疼 引起來了我那會兒想吐 噁心 我到了洗手間 頭一滴 就好像我堵著這個地方 被崩開了一樣 嘩 就吐了 吐得不僅嘴裡是 順著鼻子也往處噴 就感覺耳朵都堵上了一樣 然後滿嘴滿地都是 都不是說憑著下來的 是拋物線似的吐出去的 但我只有一次 只有一次 是吧 因為顱壓增高 也會出現這種激烈的這種嘔吐 那腦炎來說 它往往都伴出了一種 發燒的這種症狀 那就行 好的 最後一個腦瘤或者說腦腫瘤 腦腫瘤 它引起的頭疼是哪種疼呢 它這個引起的頭疼 往往是頓疼 而且這個發病的時候非常隱秘 在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偶爾有點頓疼 可能又逐漸消失了 然後逐漸逐漸又出現 加重這樣一個過程 後期除了嚴重性的頭疼之外 因為腦腫瘤可能會壓迫 腦食指的一些其他的組織 可能會引起這個感覺 運動 腫瘤不穩 引起不同的一些症狀 我有一個朋友就是這樣 他就劇烈頭疼以後 自己走到醫院 就是腦瘤 結果就把這個腦瘤給摘除了 可是摘除了以後 可能是腦瘤壓迫是神經 還是視力出現了問題了 現在確實只能煮棍了 只能煮棍走了 所以對腦腫瘤來說 大家一定要高度這個重視 如果出現了類似這樣的一個情況 一定要及時去醫院就醫 及早進行手術 否則的話可能會造成的後果 就會比較嚴重 那我這三種疼痛 我到底應該做什麼樣的檢查 其實必須要做的檢查 主要是包括兩種 第一就是這個頭部的核磁 但是我們知道現在有的很多 像這個社區醫院也好 沒有這個頭部的這個核磁 所以我們就是說可以做一個頭CT 因為CT對於特別是這個腦梗塞 腦出血 還是比較有明確的這種診斷意義 特別是對腦出血來說 但是如果能夠把這個兩個檢查 同時做了是最好的 在這種危險的頭痛裡邊 頭痛只是伴隨症狀 實際上我們也叫什麼叫好痛 哪個好痛 好壞的好 好痛 包括我心梗了 胸痛 藍尾炎 腹痛 這種疼痛我們叫生理疼痛 叫好痛 是什麼呢 是產生了疼痛告訴你大腦 有一個信號說 這兒有問題了 你趕緊要處理了 不處理這兒 這兒要病變越來越重了 所以實際上是保護我們體體的 所以這種好痛的話呢 不建議自己去壓制它 不建議我們去掩蓋它 而且的話這種疼痛的輕重 也會客觀地從某一方面來評估 我們的病情的輕重 明白了 其實它是身體給我們發出的 一個信號 對吧 好嗎 好嗎